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前两天有个小朋友跟我说 他已经学习了密函数和指数函数 比如说x²²²²他都知道长什么样了 他突发奇想 想问我 那x²²是一个什么样的函数呢 它的图像又长什么样呢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困难的 要想了解它 我们必须使用复数对乘方的概念进行拓展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一起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它可能会有点难 但是如果你能够跟住我完整地看完这个视频的话 你一定会被数学之媒所震撼 我们首先先来讨论一下乘方的含义 我们讨论一下乘方 比如说一个数c 它的x²²的含义 我们把c和x都限定为一个实数 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样呢 如果这个c是个正数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c大于0的时候 c²²在实数范围内一定是有意义的 一定是有意义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c是2 2²等于几 2²²那就是2×2×2 它是不是就等于8 这个很简单 那2²²是什么 咱们上中学的时候学过 2²²²是2²²的倒数 它其实是1 8分之1 是不是 再来 那要是我问你2²³²等于什么 你还记得怎么算吗 它其实是2¹²再开3次根号 也就是3次根号2 是吧 这个数大约是1.26 大约是1.26 再来 比如说我们要算2²¹² 这个π它是一个无底数 它不能写成两个整数的比的形式 对吧 但是你至少能让这个π接近于一个有底数吧 它接近于2¹ fps 对吧 那3.14就1 314了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刚才的规则来算了 那么大约这个数是'8.15' 大约是'8.15'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这个底数c它是大于0的 那么x无论是多少 c的 x四方它都是有意义的 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所学过的成方 那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 假如这个底数c是小于0的 c的x次方是不是也一定有意义呢 我们也是举几个例子来看好了 比如说这个c是-2 -2的三次方等于什么 -2的三次方 那这个就是-2乘-2乘-2乘-2嘛 对吧 -2乘-2乘-2乘-2 那结果是-8 这个还是有意义的 是不是 那么-2的三分之一次方行不行呢 -2的三分之一次方就是三次根号下-2嘛 对吧 它实际上就是-1.26 大约是-1.26 所以这个也是有意义的 但是也有的时候可能就不行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想问你-2的二分之一次方 这个得几 那么它应该等于根号下-2 根号下-2开不了 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时数 一平方之后它都是非负的 对吧 一平方之后不可能等于-2 因此我们说在时数范围内 这个式子它是没有意义的 在时数范围内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 说负数不能开五次方 说你看你开三次方可以 对吧 但你不能开二次方或者四次方或者六次方 是不是 所以能不能开我看它那个分母是什么 是基数还是偶数 那么我继续问 你能不能够计算-2的π次方呢 这个π它是个无理数 它不能写成两个整数比的形式 所以你就根本不知道这种情况下 它分母是基数还是偶数 它能不能开我们都不知道 对不对 我们都不知道 这样一来我们就说 当这个底数c小于零的时候 c的x字方在这个时数域的范围内 它是不一定有意义的 它也可能有意义 也可能没有意义 不一定 是吧 不一定有意义 那么什么时候有意义 什么时候没有意义 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讨论呢 如果我们想了解的深一点的话 我们就必须对这个时数进行拓展 在负数域内才能够讨论这个问题 而且要讨论它呢 我们还得首先介绍一下 负数的三角形式 负数的三角形式 了解一点负数的同学们应该知道 负数有实步和虚步 我们画一个负平面 画一个负平面 实轴 虚轴 一个负数是负平面上的一个点 然后它对应了一个向量 对吧 这个向量它的横坐标是A 纵坐标是B 那我们就说这个负数叫A加Bi 对吧 实步和虚步 那么什么叫三角形式呢 我们说三角形式就是A加Bi这个坐标形式 它可以写成ρ倍的E的IC的次密 这就叫三角形式 这里面有一个叫ρ的东西 ρ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负数不是有一个向量吗 这个向量是从原点指向这个负数点的 对吧 那么它的长度 这个向量的长度 我们就叫它ρ 从这张图上看 ρ应该等于根号下A²加B² 它叫负数的膜 那么这里面这个E叫自然对数的底 I就是虚数单位 θ是什么呢 θ叫做浮角 θ叫做浮角 什么是浮角呢 就是你看这个向量它与十轴的正向的夹角 这个就叫浮角 是吧 而且这个浮角实际上是周期性的 就是你说这个角是浮角可以 你也可以转一圈 对吧 你说这个是浮角也可以 那加一个360度或者加一个2π 你还可以再转一圈 你说这个是浮角也可以 所以浮角其实是周期性的 它每隔2π就有一个 每隔2π就有一个 是吧 为什么A加Bi可以写成ρ倍的E的IC的次密呢 这个我是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讲的 但是现在这一部分可能是在教材中被删掉了 所以中学生可能就不知道这个问题了 我们利用欧拉公式可以证明它 这个欧拉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欧拉它告诉我们这么一件事 它说Eiθ次密通过展开可以得到cosθ加Isinθ 会有这么个结果 那我问你 你说ρ倍的Eiθ次密等于什么 是不是就等于ρ倍的cosθ加I乘以ρ倍的sinθ ρcosθ是什么玩意儿 这个ρ是膜 是这个长度 再乘个cos底角是不是就等于A 所以这一项其实就是A 对不对 那ρsinθ是什么 ρ是这个斜边长再乘以sin底角 那不就等于B吗 所以这一项就是B 你看这两个式子它是不是相等的 是吧 所以我们通过欧拉公式是可以进行证明的 我们简单的就说一下 那我们研究了复数的三角形式之后 对我们研究成方有什么帮助呢 复数的三角形式可以很方便地计算成方 有这样一个规矩 就是有一个复数叫ρ1Eiθ1次密 是吧 膜是ρ1 辅角是θ1 如果我让它乘以另外一个复数ρ2Eiθ2次密的话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膜相乘ρ1乘ρ2 这是新的膜 我辅角相加Eiθ1加θ2次密 好 这就是复数相乘的规则 是吧 按照这个规则 我还可以计算说乘方 那比如说有一个复数ρEiθ次密 如果我把它n次方了 那等于什么呢 它就等于膜要n次方 辅角也要乘以n inθ 是吧 膜相乘辅角相加 结果就是膜n次方了 辅角变成n倍了 那么有了这个规则 我们计算一些乘方很容易 比如说我们想计算一个复数 1加i的3次方等于什么 怎么做呢 我们先把它画成一个三角形式 1加i是长什么样 这是10 十轴 这个是虚轴 1加i就是十轴和虚轴 它在上面都是1 是吧 这个是1 这个也是1 这个就是1加i 是不是 所以它的膜应该是根号2 它应该等于根号2 再乘以辅角 辅角 你看 这个角度应该是4分之π 对吧 但是我说了 辅角是每隔2π都有一个 所以它可以这么写 i4分之π再加2kπ 其中这个k它是一个整数 我们把这个数给三次方了 那么它又等于什么呢 膜根号2的三次方 是吧 2倍根号2 再乘以一个辅角 辅角是多少 是e的i乘以3π加6kπ 我们知道6kπ其实就是转三圈的意思 3π表示这个辅角已经不是刚才的45度了 而是135度 而且膜又变成了2倍根号2 所以它跑哪去了 它是不是跑这边来了 对吧 这个膜的长度是2倍根号2 然后这个角是135度 是吧 所以你简单地画一下你就知道 这个地方其实是-2 这个地方应该是正2 所以我们继续写的话 它的结果应该是-2再加上2倍的i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地计算这个成方了 好 那我们下面就利用复数的三角形式 就是我们把刚才说的这个成方进行一下拓展 我们首先先对这个我们比较了解的 这个正数的成方进行拓展 假如说这个c是大于0的 这c本来是个时数 而且大于0 你非得说它是个负数 那我问你在负平面内它应该在什么位置 我画一个负平面 这个是时轴 这个是虚轴 那这个c如果是个正数的话 它是不是应该在这个点 对不对 它在这个点 那我问你 它的这个幅角是多少 是不是应该是0加2kπ 所以我们可以把c写成一个这个长度r 这个r其实就大小就等于c 然后再乘以e的i2kπ次幅 2kπ次幅 是吧 这个k它是一个整数 好 那我再问 我说那请问c的x次方是什么 它是不是就等于你的mor的x次方 再乘以e的i2kπx次幅 有人说你这是干嘛呢 是吧 我们来举个例子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想算2的1⁻¹ 以前我们说2的1⁻¹就是3次跟后2 就大约是1.26 那现在我们进行了复数拓展 我们看2的1⁻¹等于什么呢 它实际上是等于首先这个2的膜 2的膜就是2 对吧 所以前面就是3次跟后2 后面还要乘以一个e的i乘以2kπx次幅 这x是1⁻¹ 所以它就是i乘以2kπ次幅 这个k是一个整数等于0 正伏1 正伏2 正伏3 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 那咱们琢磨琢磨 如果k等于0的话 这个数的幅角是多大 如果k等于0的话 这就是i乘以0次幅 这幅角是0 所以那个点在哪呢 那个点就在这个位置 对吧 k等于0就在这个位置 其中这个膜的长度是1.26左右 是吧 就这个长度大约是1.26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是吧 但是你k不是还可以等于1吗 k要是等于1 这个浮角可就变成了2³ 怕120度了 那120度在什么位置 120度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位置 对吧 在这个位置 膜是一样的 但是浮角变到了120度 你这个k不是还可以等于2吗 k等于2的话 这就是4³ 4³在哪呢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k等于2 所以事实上你取完1³次幅之后 它虽然有三个根 这三个根怎么样 它在一个圆上 这个圆的半径就是3次√2 或者说大约是1.26 但它的分布是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 当然你说那我k还可以等于3吗 k要是等于3 它就转回来了 又跑回这个点了 k等于4 k等于5 k等于6 k等于7 k等于8 所以就循环了 这样看起来一共就只有这三个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说那2³³ 你如果在复数以内 它应该等于什么 它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等于1.26 或者是等于三次根号2 是吧 4³³½ 只不过第一个数它是一个实数 就是我们刚才所讨论的 后面这两个数就是负数了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对乘方进行拓展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单值的定义在实数里的乘方 拓展到一个多值的定义在负数里的平方了 以后我们再说2³¹³ 我们会说它有三个结果 这三个结果 一个实数 两个负数 对吧 同样道理 你可以自己计算一下 如果是2¹⁴ 它其实有四个结果 2¹⁴有五个结果 是吧 1¹⁴ 它就有几个结果 那么有了这个知识之后 我们就可以讨论c的情况了 好 黑板猜完了 我们继续来讨论 假如是c的情况又如何 我们知道c如果你看成一个负数的话 它的幅角应该是2kπ加π 是吧 所以我可以把c写成 再乘以e的i2kπ加π这么一种形式 这个rho其实就是这个c的绝对值 是吧 那么c的x次秘等于什么呢 它其实就等于rho的x次秘 e的i2kπ加π 然后再乘以x 是吧 那这用什么意思呢 咱们来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刚才讨论过这个-2 它的三分之一次方 -2的三分之一次方为什么是有意义的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 因为-2的三分之一次方 它相当于膜是2 幅角是2kπ加π 对吧 把它三分之一次秘了 它就等于2的三分之一次方 再乘以e的i 三分之二kπ加π 是这么个结果 然后这里边的这个k呢 你可以取0 取正负1 取正负2 都可以 对不对 咱们看 假如这个k取0的话 这个值应该是辅角为3分之π 所以我们如果画个图 我们画个图 这个是十步 这个是虚步 是吧 k取0的时候辅角是3分之π 那在什么位置 辅角为3分之π 也就是60度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k取0的时候 是吧 如果要是k取1 那就是3分之3π 3分之3π在哪 在这 是吧 这个地方是0 k取1 在这 是吧 如果k要是取2 这就是5分之5π 5分之5π在这个位置 就是k取2 是不是 整个的这个膜是2的3分之1次幅 来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 原来-2的3分之1次方案 其实是有三个值的 一个 两个 三个 再往后就循环了 是吧 其中只有一个根是实数 就是k取1的时候 是吧 这个数应该是-2的3分之1次幅 这就跟我们之前说的是一致的了 好 咱们继续想 那我们问 所以那为什么-2它的4分之1次幅 就没有意义呢 因为-2的4分之1次幅 按照我们刚才的写法 它其实等于模式2 对吧 2的4分之1次幅 再乘以辅角 辅角多少 辅角应该是2kπ加π除以4e的i 4分之2kπ加π 对吧 咱们继续 还是来画一个图 我们看 这是实步 这个是虚步 它的这个模式2的4分之1次幅 我们也画个圈 以半径为2的4分之1次幅画个圈 如果k要是取0 那么这个辅角是4分之π 所以k取0的时候在这儿 你会发现这个点它不是一个实数 k要是取1 这是3分之3π 在这个位置 k要是取2 在这个位置 k要是取3 在这个位置 你会发现取了这4个k之后 没有一个数它是个实数 对不对 我k还可以取4 但如果你k取4 你会发现这个点会跟它重合 所以它一共有4个值 而这4个值没有一个值是实数 我们说其实-2的4分之1次方是有意义的 但是它是在负数域内有意义 它在实数域内是没有意义的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负数不能开偶次方 对吧 那么我们能不能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下总结 是吧 我们总结一下 说这个c的x次方在c小于0的时候 如果依然在实数域内 实数域内它想有意义 那么请问条件是什么呢 大家想 如果我想让它在实数域内有意义 那么它这个幅角 也就是这个2kπ加π乘以x 你要不然就在右边等于2kπ 要不然就在左边等于2kπ加π 也就是说 你把这个派约了 2k加1倍的x必须是个什么数 必须是一个整数 你只有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c小于0的时候 c的x次方在实数域内它才是有意义的 那什么时候它能够是一个整数呢 我们首先想 第一个 如果x是一个无理数 我们知道k是个整数 2k加1也是个整数 你一个整数乘以一个无理数 你是不可能变成有理数整数的 对不对 如果x是一个无理数的话 那么c的x次方在x小于0的时候 它会有无穷多个值 会有无穷多个值 因为你可以转很多很多圈 是吧 你会有无穷多个值 但是没有一个值是实数 因此c的x次方它没有实数的意义 是吧 没有实数的值 没有实数值 好 这是无理数的时候肯定是不行 因为你这乘怎么乘就乘不出整数呢 那你如果这个x是有理数呢 如果x是有理数 那我一定能够把x写成p除以q的形式 其中p和q都是整数 对不对 根据我们刚才讨论的 这种情况下其实应该是有q个值 是吧 它实际上是c的x次方它是有q个值的 有q个值 比如说1⁴就有3个值 1⁴就有4个值 那么这q个值里边有没有实数呢 我怎么讨论 我们看 2k加1乘以x x不是p除以q吗 那这个东西它有没有可能是个整数呢 大家看2k加1是个什么数 是个奇数吧 底下这个q如果是个偶数 那是死活约不掉的 对不对 所以第一种情况 如果q为一个偶数 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个值也不可能是实数 c的x次方是无实数值的 这就是为什么负数不能开偶次方根 因为你负数开偶次方根 你可以开 开完之后它是个负数 它不是实数 对不对 好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这个q它是一个奇数 如果q是个奇数的话 2k加1就可以等于q 也可以等于3q 也可以等于5q 也可以等于7q 换句话说 当它和它约分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整数了 这个时候c的x次方就有实数值了 不仅仅是有实数值 而且我们还可以区区分 这个实数值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 这个问题就给大家自己思考 实际上是跟这个p的旧有性是有关系的 好 那咱们说到这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负数 我们要乘方的话 它其实在负数域内都是有意义的 但是在实数域内有的时候就没有意义 有的时候就有意义 有意义的前提是你这个指数它必须有理数 而且这个指数的分模还必须得是一个奇数 这种情况下它才在实数上是有意义的 那最后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开始说到的函数图像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函数的图像 我们来说一个函数图像 首先做一个铺垫 我们先讲一个简单一点的函数图像 叫y等于-1的x次方 那我们来看这个函数图像长什么样子 按照我们刚才的说法 它可以写成它的模也就是1 1的x次方再乘以1的i 然后2kπ加π再乘以x 对吧 按照我刚才说法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这里面的这个k可以取0 正负1 正负2 这个x又可以取所有的实数 对吧 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呢 我们还是画一个负平面 这是实轴 这个是须轴 它的这个模是1 在这个圈上 对吧 我们可以想如果k等于0的话 这个辅角是iπ 随着x的增长 它是不是在逆时针的旋转呢 对吧 随着x的增长 它是在逆时针的旋转的 但是我这个k我还可以取1 如果我这个k要是取1的话 它就变成了i3πx 它也在转 而且转的怎么样 转的快了 是不是 它比刚才那个转的要快 然后你k如果取2 它就变成了i5πx 怎么样 它就会转的就更快了 是吧 然后你k还可以取什么4 5 6 7 8 9 是吧 所以你实际上是有无穷多个点 在这个负平面内正在这旋转着 是吧 你k可以取很多很多个值 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换一种画图的方法 大家注意看比较玄妙 横坐标是这个x 纵坐标是-1的x次方的十步 而还有一个坐标是-1的x次方的虚步 那么大家想一想 它的图像应该什么样 随着x的增长 我们知道随着x的增长 它的无数多个螺旋线都在转圈 对吧 其中k等于0的这个转得最慢的这个圈 大概是长的这个样子 转的最慢的这个圈大概是长的这个样子 好 这样的 是吧 然后 然后这个 是吧 这个应该是这样跨过来的 好 这就是k等于0的这根线 然后还有什么呢 然后还有k等于1的这根线 它会转的快一点 是吧 它的这个周期就短一点 这边也是正在转 同时还有k等于2k等于3 所以你会发现你有无数多个螺旋 这些个螺旋在负平面内看 它是连续的 并且组成了一个立体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要问我 它什么时候是实数 我就得让这无数多个螺旋 所组成的这个柱 跟我们的实平面相交 而跟我们实平面相交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不管是在上方还是在下方 它的产生的这个函数图像都是断序的 都是断序的 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得到一个实数呢 根据我们刚才的讨论 除非这个x 它是一个有理数 并且这个有理数的分母 它还得必须是个奇数 对不对 就是如果q是个奇数 如果这个x 它等于p除以q 而且q是奇数的时候 它才有取值 而且这个取值有的时候是正的 有的时候是负的 而事实上当然了 p是偶数的时候是正的 p是奇数的时候是负的 这样我们就画出了-1的x次方 它的函数图像 在实平面内看 它并不连续 但是看起来非常致密 因为我们知道有理数其实是稠密的 我们最后终于来到 我们开始要解决的问题了 我们想讨论y等于x的x次方 它的函数图像长什么样 x的x次方跟之前相比 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它底数和指数都是在变的 都是个变量 所以我们得分较这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x大于0 在x大于0的时候 按照我们刚才的说法 是吧 那这个y等于什么呢 等于rho的x次方 e的i2kπx等于这玩意儿 对吧 还有一种情况是x小于0 x小于0的时候 y它仍然等于rho的x次方 再乘以e的i2kπ加πx 现在我问 请问这个函数长什么样 首先我看前面有一个模是rho的x次方 这个rho其实是x绝对值 那我可以首先先画出这样的一个模的 这样的一个大小关系 它大概是长什么样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在这个模的变化大概是这样的 好吧 然后就是一个浮角 我们知道浮角里边它既跟x有关又跟k有关 k我可以取0 取1 取2 所以有无穷多条线 这无穷多条线就组成了一个立体 我们可以把它画出来 比如说k取0的时候我们就有一根线 有一根这个螺旋线一边转 一边变化 是吧 这个浮角它也发生变化 这个膜也发生变化 然后k取1的时候我们还有一条线 这条线它的膜和浮角也都会发生变化 然后逐渐的我们把这些线合到一块 最后就构成了一个什么 构成了一个像花瓶一样的立体 也就是说x的x次方在负平面内 它一定是有意义的 是吧 它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像花瓶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物体 是吧 有很多条无数多条线组成的 每一条线都是连续的 但是如果你想问我说 那x的x次方 它在实数平面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你就要注意了 我就得把这个花瓶跟这个实数平面相交 那么跟实数平面相交的时候 它就不一定连续了 因为每一根线都是连续的 但是它跟平面一相交的话 可能只有一些特殊的点是有线经过的 是吧 那根据我刚才的讨论 大家是否已经知道哪些点是连续的 首先在x大于0的时候 上面这根线它是连续的 上面这根线是连续的 原因是因为你k如果取0的话 x不管取多少它都是一个实数 对不对 在x小于0的时候就不一定了 你只有这个x是有理数 并且它的分母是基数的时候 它才能是有意义的 因此左边是两根断续的线 左边是两根断续的线 是吧 事实上如果按照我们的定义 在x大于0这边底下应该也有一根断续的线 那么最后y等于x的x次方图像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怎么样 同学们 复苏的作用是不是非常强大 你听懂了吗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在YouTube账号令狗老师也订阅我 点击小铃铛 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在我直播的时候来进行答疑 可有点발兵是一 Premier的 你说我们什么事 我想吃得比你还要 还是一个更新的 你怎么着误 就会 你怎么着误 你是什么 这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